花花小剧场 花大姐 前几日我们冲动的劲爆新闻 你听说了吗 小 小玉爱 咱们熊圈天天都是劲爆新闻 不晓得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我表弟莽小五的大飞机被没收了 真痛快 哈哈 可怜的莽小五 我听说他因为这个多抑郁了 你可知这其中的缘由嘛 大馆长不是说 天气越来越热了 因为他总是在里面贪玩不回家 怕他动手才没收的嘛 其实这都是我按相操作的结果 自从莽小五出生后 就集万千宠爱 大友把我这个二馆长 抬在沙滩上的苗头 哼哼 爱姐卧策之踏 岂容他人酣睡 于是我就给大馆长施压 迫于我的威胁 大馆长只有没收了 莽小五所有的玩具 挫挫他的锐气 怎么样 花大姐 小鱼爱我的三十六计 玩得很溜吧 佩服啊 小鱼爱 然后你再放出假消息 说是为了怕他重负 不得已而为之 这样不仅彰显了你体恤下腹 又掩盖了你的乙拳模式 这招满天过海高 实在是高啊 哈哈哈 对付这种黄口小儿 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可莽小五是你的亲表弟啊 你这么做良心就不会痛吗 良心是个啥东东啊 有盆盆的好喝嘛 小鱼爱 跟你比小花我还是略显善良低 幸灾幸灾 说点有用的吧 介于我这次完美的表现 小鱼爱我顿感自己才华无限 不应该就此埋没 我现在单方面宣布 由我出任我爱兰花花集团的 危机公关部总经理 你看如何呀 同意 就你这新颜子 这个植物非你莫福啊 好低 那就给我转五千的W熊熊币 作为处理危机的启动资金吧 小鱼爱 这才刚开年 公司还有好多类项目 赞着开展呢 资金周转亏难啊 打住 前两天 斧头山的杠上炮送来密报 说你从四海那里 通过卖惨赚了一个亿 分一半过来 应该没啥困难吧 爱总 你 你你 别废话了 要是我把这事给捅出去 花总 你想过后果吗 爱总 去取五千个大包为我换什么啊 小意思小意思 熊熊币赚出五千万 很好 正所谓食食物者为俊杰 白了的白 本以为拉伦和小鱼爱能替我这风大雨 小话我万万没想到 原来自大风大雨都是小鱼爱为带来的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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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